大家好 我是悟渡老師 我在Nicone Score上課 教了快十年 那我的主要的職業是人像攝影師 婚紗攝影師 還有拍攝一些活動紀錄跟空間攝影 因為疫情的關係 難得有機會可以帶家人一起出去玩 所以我們這一次分享 就是以這兩天去雪霸農場 拍攝的照片來做主要的分享 平常都是拍別人 所以這一次難得有這個機會 帶老婆小孩子幫他們拍照 自從Nicone的Z系列出來以後 我的對焦模式的習慣 從單點的中央對焦改成3D對焦 3D的連續對焦AFC 絕大多數呢 我都會請他們自由活動 然後呢 在不經意的時候呢 請他們移動到某個地方 我來去拍這個畫面 這個小朋友就是我兒子嘛 我請他跑下去再跑上來 這個並不難啊 你跑去這邊 爸爸幫你拍照 那你再衝上來就這樣子 這樣就一張照片就成功了 這個是我的俗公姨婆 我們出去玩 剛好我就是發現這個 這個角落 拍照超好看 這個就是擺拍喔 這就不是抓拍了 那因為擺拍的關係喔 一般不是模特兒 普通人 表情一定會很不自然 如果說是正面的表情會不自然呢 那就請他們不要看鏡頭 看別的地方 看對方 看遠方 不要看鏡頭 這個畫面自然而然呢 就會比較自然的多 我自從買了Z9 拍夜景沒有再帶過腳架 真的因為高ISO的表現 我覺得是可接受的 因為我又不是專門去拍風景的人 專門去拍風景的人 不會這樣拍 他肯定要用腳架 然後慢速快門來拍 他的細節才會漂亮 可是我是 我不是專門去拍風景的 我是走到哪看到什麼 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OK 比較隨性的拍法 靠的是什麼 一張照片靠的好不好看 就是靠構圖了 沒有別的 沒有任何其他的技巧 就是構圖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離開那個雪霸農場 我們跑去更山上 在路口的時候 他就起霧了 我就覺得那個 喔好漂亮喔 然後剛好又有陽光 有沒有 你知道嗎 又遇到起霧 又剛好要有陽光 這個機率其實非常低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相機 隨時要在手上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分享的照片 很多都是人很小對不對 景很大 你就去山上玩嘛 你構圖都只拍特寫 那你去山上玩幹嘛 在我家隔壁公園拍就好啦 是不是 我就是這個意思 既然去山上 我要拍一些我在平地 看不太到的畫面 那我把人放進去 是因為我真的比較喜歡拍人 我覺得只拍風景太單調 跟你們講一下 為什麼要腳架 就是因為我們要拍 曝溪流對不對 我們必須要長間曝光 所以可是我剛有說過 我自從買了Z9 我就沒有帶過腳架出門了 為什麼 這張曝光時間是多少 十分之一秒對不對 手持 勉強通過 勉強喔 其實我跟你講 我拍了快十張了 也快成功一張了 可是對我來講 背一個腳架上山 是不是很痛苦 對嗎 我可以接受 拍十張沒關係 多拍幾張 這就是我沒有用 我沒有用腳架拍 可是我一樣是縮光圈 為什麼 必須要 你要把曝光時間拉那麼長 你必須要縮光圈 所以這張圖呢 我如果回去放大一比一來看 它的細節非常恐怖 擬控的相機這邊 跟各位分享一下 它光圈全開就很利了 剛剛你們看到那個植被 很多那種細節 那都是2.8在拍 它就已經很利了 你不用講說它還要縮光圈 它的效果會更恐怖 所以我有時候 跟人家介紹我自己 我是人像攝影師 我使用的相機是擬控 很多人都會嚇一跳 因為你用太利了 拍人像 有點辛苦 但是你要知道 利的照片 回去可以變柔 可以後製變柔 柔的照片 很難回去後製變利 所以這邊也 大家跟人分享一下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堅持使用 這個廠牌的相機 這個是 每個人都會拍的 慶生 拍這種照片 有一個關鍵 就是 人不能太多 如果人很多 如果人很多 像今天張照片 人算很多了對不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有幾根蠟燭 是不是一整排的 為什麼要 現在人 慶生會點那麼多蠟燭嗎 應該是 直接用兩個數字對不對 我跟你講 如果只有兩個數字 你只能拍三個人 因為它的燭光不夠 太暗了 這就是為什麼 我會拿那麼多蠟燭的原因 就是因為 要拍這麼多人 我的燭光必須要夠 所以每年我們家 只要是有人慶生 就要準備很多支蠟燭 而且蠟燭的點 時效性 你如果說 沒有在短時間拍完 蠟燭的那個蠟 就全部都滴到蛋糕上面 就沒辦法吃了 所以這個畫面其實很難拍 這一定要大光圈 可是大光圈 有一位同學 老師大光圈會有景深 有一排人會糊掉 對 確實是 所以呢 你要怎麼控制 你要盡量讓這些人 都在同一排 不要前後差異太大 所以你會發現 後面的人頭都往前 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告訴他們 頭要再前進一點 這邊要再前進一點 這邊要過來 在這邊 人都會就是清楚的了